明天见 词曲 玲丽 编曲 玲丽 编辑的词 玲丽 编曲 玲丽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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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丽 我们首先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宝皇 喀玛帕 敬礼 徒登大吉上师 敬礼 谭诚三宝 敬礼 今天的父母 祖尊 敬礼 莲华生大师 敬礼 徒登师弟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及夫人 韩悟珍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是朱石仪教授及夫人 陈文文女士 南投县议会 赖南市议会 蔡旺钱 议员代表 中山醫學大學副社醫院整型外科主任 鄭昇隆博士 曾國中博士教授團 中國中醫護團全體成員 中委會法律顧問盧文翔律師 Camporia柬埔塞王國參議院國務秘書蔡志勇先生 Camporia柬埔塞中華總商會 公關陳建文先生 美國金石育樂公司執行總監林一煥先生 馬來西亞納豆雷鴻義先生 夫人納丁曾美婷女士及千金雷茜小姐 my university Same kolasmein 朱金水先生 己夫人 陳澤霞女士 华光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大阎满九次第 喜金刚讲义及密宗道次第广论 制作人 联岳上师 主持人 佩军师姐 道果 颜接经主持人 联合上师 联家上师 联海上师 My sister 卢胜美女士 My sister 卢国英女士 And the husband 纽约净会同修会 打栽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新加坡研学堂 打栽十万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斯拉玛乡 斯拉玛乡 斯拉玛奔丹 谢谢大家的光临 那么 那么今天是 这个我们做联华生大事的护摩 那么联华生大事呢 他就是在把密法 这个传进西藏的第一人 把密法带进西藏的第一人 那么也是师尊在生命之中的 一位根本上师 也是师尊在生命当中 什么叫做生命的传承 我以前有讲过 就是说你在禅定之中 这个入三昧 入三昧雅 就像《信经》所写的 那个观世音 观自在菩萨 行生菠萝密多时 就是观自在菩萨 行生菠萝密多时 行生菠萝密多时 这个时候 得到所得到的传承 叫做生命传承 叫做生命传承 心经里面 心经里面开始 这个传承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 莲花生大师有交代 你不可以只有生命的传承 你必须要去找人间的师父 为什么你得到生命的传承 还要去找人间的师父 因为莲花生大师讲 你光光有无形的传承还不够 你必须要在人间找到你的人间上师 有在一种在形象上的一个 这些根本上师的传承 才符合密教的话 这一点很重要 不然有一些人出来 他就认为说 我就是上师了 他开始收徒弟 问他 那你的传承从哪里来 我是从生命的 非常秘密的当中 我得到这个传承 这句话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无形的人 一般人是不会承认 所有的人是不承认 你这个传承 所以必须要找人间的传承 师尊的人间传承 就是了名和尚 德松仁波切 杀家正空上智 十六四大宝皇卡玛巴 徒登大吉上师 这是我人间的传承 在人间有形的传承 无形的你虽然得了 但是你也要得到有形的 这样子呢 有形跟无形加起来 才算是真正的一个 一个丧失的传承 这重点在这里 你不能讲说我只有 无形的传承就可以了 因为人是会给你质疑的 你疑问 你到底哪里学到那密法 从哪里学来的密法 人家都会质疑 所以你必须要人间的传承 这个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没有人间的传承 就你跟密教来讲起来 便不周全 也就是不圆满 就是不圆满 只有无形的 当然很多人会讲 我无形得到什么传承 谁知道 没有人看到 所以你必须要 一定要有有形的根本上师 跟你传法 才算是合乎隐秘教的规矩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跟大家讲 像我们讲一个法 像我今天在讲这个道果 是一样的 道果必须要有一个祖师 他把这个金刚句写了出来 这个写这个金刚句的人 就是碧瓦巴 他写道果 那我们知道 这个大爷满法 是莲华生大士传 联华生大士传大爷满法 如何传 他也有上师 他的上师就是斯利辛哈 斯利辛哈 就是他大爷满法的上师 然后在斯利辛哈之前 还有妙吉祥友 在妙吉祥友之前 还有吉祥金刚 还有很多的传承祖师 一个接一个这样 一直接下来 那个就是传承 如果没有传承 构不成密教 密教的法是没有 你必须要你学习的密教 人家会讲 问你 你的上师是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道果他本身有传承就是来自以 那南多印度那南多大学的一个校长 他就是碧瓦巴 他离开了校长的职位以后 他就变成了碧瓦巴 他就是碧密修行 然后写下了道果的金刚句 大研满法 大手印法 都是一样的 大研满 联华生大士把大研满法传到了西藏 那是宁马派 这个宁马派的法 宁马 宁马派的法 那么再来呢 就有这个撒迦派 他迦派就是以道果 比瓦巴为主 那么也有这个格局派 格局派就是白教 就是大手印法 那么大手印谁是祖师爷呢 在西藏就是马尔巴 马尔巴是祖师爷 那么真正的最远的传承 就是阿达尔玛佛 他传给是宝尚还是宝义 这个阿达尔玛佛传给宝义同子 宝义同子就是莲花同子 宝义宝尚都是莲花同子 最早的莲花同子是宝义跟宝尚 宝义跟宝尚 那么黄教格鲁派 他的祖师也是宗格巴 宗卡巴 宗卡巴 他也有传承 宗卡巴的师父 是责不尊丹巴 责不尊丹巴 责不尊丹巴 是他的根本上司 都有传承的 有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这样下来 这里是谈到传承 那莲花生大事呢 我们今天修这个莲花生大事的父母 提请莲花生大事将 莲花生大事 其实他本身叫做海生金刚 他的金刚号叫海生金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出生来历不明 他是在达赖哥宵海 一斗莲花大莲花里面 他出生的 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 在莲花当中出生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 没有父亲没有母亲 他就这样子出生出来 可以讲是化生 他是化生童子 化生童子 也就是莲花童子 所以莲花生大事是真正的莲花 真的莲花里面出生的童子 莲花生啊 莲花出生的童子 那专记里面写说 这个师父呢 这个祖师啊 他是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是生口意的变化 生口意的变化 生口意的变化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传承很妙 是生口意的变化 那大家想一想 那师尊从开始就听到 那师父呢 佛菩萨跟我讲 你的前世就是莲花童子 那怎么回事啊 怎么跟这个莲花童大事的 这个莲花化生是一样 在马哈双年池 有很多很多无数的莲花童子 都是阿弥陀佛化生出来的 这个是真实的传承 在我之前 很少人提到莲花童子 在我之前 有啦 是有 在唐朝就有人提起莲花童子 甚至于这敦煌的这个壁画 里面就有莲花童子 我当初的时候啊 因为跟我讲了莲花童子以后啊 我到处去找那个高僧大德 问莲花童子 什么是莲花童子 他们都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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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弘扬了以后 才开始有莲花童子 然后再继续的往里面找 才找出很多的莲花童子 这个莲花童子一一浮现 莲花童子是不能够断根的 不能够断掉这个根本的 你看阿达尔玛佛 本初佛的时代 他传华给保义童子 大手印法传给保义童子 哇 这保义童子是谁啊 原来他就是保义保上 两个莲花童子 这位莲花童子 他的荣耀也等于是我们的荣耀 因为莲花童子 也是莲花童子 那师尊在生命当中 遇见了 莲花童子 然后他把我带到他的圆洞 他的圆洞里面 做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把我吃掉 从嘴巴吃进去 从他的密轮里面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讲你是我,我是你啊 然后又从他的毛细孔里面 放出他的百宝光明 这个百宝光明进入我身体里面 所有的毛细孔 也就是得到莲花童子 大师的传承的所有的法 都在师尊的身上 那么在过去世 师尊又是赤松得真王 把这个大圆满法浮藏在你的脑袋里面 就是装入你的脑袋里面 自尊得真王的脑袋里面 有他大圆满法的浮藏 你看那时候有三个人建了双雅士 你看那时候有三个人建了双雅士 一个是莲花生大士 一个是这个敬命大士 一位就是这个赤松得真王 三个联合起来 把双雅士建立起来 西藏的第一座寺庙 就是双雅士 把双雅士建立起来 这样的传承是非常殊胜 非常殊胜 非常崇高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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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四川的了雅士 那么四川的了名和尚呢 这个跟一位罗纳上师西康 在中国西康有些罗纳上师到中土洪华 那里得到了灵马派的灌顶 然后我又得到了灵马派的灌顶 这是人间属于灵马派 人间的传承 连华生大士可以讲是灵马派的第一个祖师爷 也可以讲在藏密 红黄 白花 都很尊敬的古鲁仁波茜 所以他的法是非常的多的 连华生大士 他进入西藏的时候 那时候文之施力菩萨化身的赤松德真王 告诉大家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赤松德真王是文之施力菩萨的法身 连华生大士 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的法身 那么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啊 不知道谁要顶礼谁 一个是文之施力菩萨化身的赤松德真王 一个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三身合一的连华生大士 一个是人间的国王 一个是人间最大的法王 那时候 两个人见面不知道谁要顶礼谁 那依照他们在雅鲁藏布江见面的时候 这个顶礼就很难 一个是法王 一个是国王 一个是西藏的国王 那时候就是一场戏 一场戏 这个好 不知道谁顶礼谁 请问上师知道吗 是谁顶礼谁 连华生大士顶礼赤松德真王 是吗 是 赤松德真王 顶礼连华生大士 是吗 是 OK 好啦 好啦 这 这国王要顶礼法王 这个很困难的 你知道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是赤松德真王 去引连华生大士进来 他去接他 在雅鲁藏布江的旁边接他 到底谁顶礼谁 那么连华生大士 虽然你们讲说 是赤松德真王 他们顶礼连华生大士 但是连华生大士呢 有没有跟他亲手啊 Ke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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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出家人或者修道人见面 Kesiu 就是河掌 跟他敬个礼 这河掌一敬个礼啊 是赤松德真王的这个 国王的法袍 就燃火了 是吗 才起火 这个火才燃起来 所以给他Kesiu Kesiu 应该也有七首吧 不会说我站着给你顶礼 不会吧 也合掌一下 结果合掌 就出了一团火过去 把赤松德真王的火 国王的炮子 就起了火 火就燃起来 那时候应该有灭火器 灭火 灭火 这是他们见面的事情 见面 这都是很伟大 很伟大 莲花松大师很伟大 他进到西藏的时候 一路上 真的是 但是 他们 本来西藏都相信 奔波教 就是黑教 汪物有灵论 就是相信黑教 很多的鬼神在里面 莲花松大师要到西藏的时候 一路上 就是 这个降魔 降魔 这个降伏 所有的鬼神 才能够进到西藏 在那边 洪华 不容易 当初的时候在洪华 很不容易 那莲花松的伟大 而且西藏 四个教派都尊敬他 是 古鲁仁波切 古鲁就是老师 仁波切 仁波切 足鲁就是佛佛 足鲁就是佛佛 老师佛佛 很伟大的 那么他的奏语呢 就是 最近有一条歌 很好听的 这是 七斗莲花开 涎 七斗莲花开 这个音乐非常好 它里面有唱到莲花生大士的咒语 它是Om,Betza,Guru,Bemma,Sity,Hom 它有唱莲花生大士的咒语 七斗莲花开 你们听过没有? 听过了几首?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啊? 你们会唱的几首? 很有名的,这条歌唱得很好的 我唱 我不会唱 我只是听了几次觉得很好 应该把这条歌写起来 我只会唱那条Om,Betza,Guru,Bemma,Sity,Hom 这个莲花生大士的咒语 Om,Betma,Betza,Hom 最短的 Om,Betma,Betza,Hom 也是莲花生大士的最短的心中 Om,Betza,Betma,Hom 有歌词啊 看吧 有歌词我也不会唱啊 他是这样的人 有一片美丽的海七彩莲花开 可爱的古鲁仁波切向我走来 他问我心中是否有真情有爱 我说我的心中有爱七斗莲花开 我盼着所有的人们的心中莲花开 我盼着天地之间处处有爱 我盼着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 我盼着没有痛苦也没有悲哀 这是他的歌词 再来就是念 这是念他的咒语 他的咒语很好听的 有没有 不唱了 不唱了 不唱 我看到所有的人们心中莲花开 我看到天地之间处处有爱 我看到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 这是七斗莲花开 你们如果有手机的 他自然能够听到他的这首歌 非常好听 我听了非常好听 但是我还不会唱 所以不能唱给大家听 莲花生大事 他当然有爱了 他有爱了 他至少有二十五个佛母 他有二十五个佛母 出名的佛母有五个 更出名的常常伴在他旁边的 就是伊西丘卡跟曼达拉瓦 伊西丘卡跟曼达拉瓦 他的法相之前有两个 你的 你的弟子 就是伊西丘卡跟曼达拉瓦 总之佛真心情有爱 说我心中有爱 祈祷莲花开 盼着所有人们 祈祷莲花开 我盼着天地之间 处处有爱 我盼着和平的鲜花 在人间盼开 我盼着没有苦痛 没有悲哀 我盼着身为一样的 我盼着山派的身体 我盼着身为一样的 彼虹 跟着唱 师慧 所有的人们心中莲花开 我看到天地之间处处有爱 我看到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 我看到没有苦痛 没有悲哀 江湖面墙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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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啊往 别择鱼 别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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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跟着唱 是... 还蛮马虎虎 我喉咙好像有点沙哑 喉咙好像有点沙哑 来跟大家讲 皇帝雷藏士是这样子写的 恳求师佛慈悲加持 特别介绍新春接财神大法会 手传黑面金木 欢迎大家永夜报名 谢谢大家 每一场电影或者是节目都有插播广告 这是插播广告 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道果 道果本宋跟金刚句 他是写下来的这个 所有的金刚记文 可以讲就是很有的长 有的短 有的几个文字 就代表很多的意义 之后来在经过这个撒迦班之达跟他去注解 注解这个碧瓦巴的这个金刚记 那金刚记呢 一般来讲像圣乐金刚啊 或者是那个密集金刚啊 都是七言或者是五言 一个记子就是七个字 七个字 这碧瓦巴他写的东西啊 很凌乱 他的金刚记很凌乱 有长有短 而且没有标点符号 不知道怎么讲 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这个撒迦班之达 本身注解的 班之达本身注解的 这个才好讲 那么我讲他这个金刚记里面有 首先有几个字在讲碧瓦巴的 这是消解直识托轮回 瑜伽自在碧瓦巴 瑜伽自在碧瓦巴 消解直识托轮回 大家知道如何消解执着 这是一个问题 消解就是解开了 把它消除掉把它解开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 都是被锁住的 那么我小的时候一直到长大成人 都是被我父亲锁住的 结婚了以后 大家不要笑 是被婚姻锁住 是被婚姻锁住的 你要做一个自在人最好的方法 通通没有锁 没有人锁你就是很自在的 但是也不能这样 当初的时候我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 在篮球场打球 我打篮球 不要看我个子小 我也会弹跳 也会打篮球 这一打篮球 旁边有人讲话 我耳朵尖一点 我听到了 有人问 这个卢生宴为什么还没结婚 三十岁了还没结婚 以前三十岁还没结婚的很少 我们大部分同学都结婚 旁边有人讲 可能生理上有些毛病 好 好啦 我听了心中一佛 那时候没有修行 心中也佛 一佛 發佛 就找一个人结婚吧 我告诉你 要解开执着非常困难 这个就是执着 你有执着一定有烦恼 你为什么执着 执着 为婚姻 有的人为婚姻执着 有的人为爱执着 有的为恨执着 有的人为情执着 你执着一定有痛苦 不执着 就绝对没有痛苦 你为了钱 执着钱 因为钱 你就产生了痛苦 你为了你的地位 你执着地位 你就产生了痛苦 财 财 民 食 睡 你为了吃 也会产生痛苦 为了睡眠 不能好好的睡眠 睡眠品质不好 你也会产生痛苦 你失眠也会产生痛苦 财 财 民 食 睡 你执着哪一个 就产生哪一个的痛苦 完全不执着 你痛苦就解脱 这里讲的 消解职 就是执着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宗的公案 有一个弟子来求师父 师父 你帮我解脱吧 师父讲 谁帮那女 有谁帮那女 他说没有 那你就早就解脱了 没有人帮你早就解脱了 师尊如果今天没有人帮我 我早就解脱了 我不是讲谁啊 我不是讲 我绝对不是讲师母 你们不要误会 告诉你 师母是真佛中的创办 没有师母这个真佛中还起不来呢 我能够自由自在的红华 就是师母把我身上的所有执着跟垃圾 你全部拿去承担 他还有很有判断力 师母很有判断力 他很有判断力 而且做事情也很果断 不像我 我的心太软 师母的心很硬 他真的我告诉你喔 他真的是吃软不吃硬 吃软不吃硬 有几次我很想把它压下来 把他压下来 把他的气焰给他压下来 我发觉得不赏识 得不赏识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呢 要装病 我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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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自杀了 我不想活下去 他才会同情我 才给你好的颜色看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坚强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坚强的女生 真的 他非常坚强的 哦 这个 我应该要讲你的好话 如果我不讲你的好话 我回去就会很好看 又来了 又来了 不是 师母确实是很好 确实是很好 很优秀的 很优秀的 家里大小事 我从来没有管 全部他在管 所有一切大小事全部他在管 包括养育两个小孩全部他在管 包括孙子都他在管 我从来不管 家里的很多的税务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这个 杂七杂八的事情 全部由他在处理 而且他处理的 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好 所以我没有后顾之忧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告诉你 我真正的靠山是谁 我真正的靠山就是师母 他昨天晚上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讲什么话 你不用怕 一切有我 有我可以靠 这样 真的 我如果没有师母 我今天啊 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你看这么严重 你看 你看严重到这种地步 所以师母是真的我的靠山 这里面 碧瓦巴的瑜伽自在碧瓦巴 前面他讲到一个直 一个实 什么是实呢 实际上的实 也就是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现实的问题 所有一切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执着 你要把它 给它解开 要解开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存在 现实都有很多问题存在 你如果能够解开 现实的问题 你也把它解开了 就是开悟了现实的世界 你把现实的世界开悟了 你把执着放下了 现实的问题开悟了 这个就是碧瓦巴 已经解脱轮回了 所以能够瑜伽自在碧瓦巴的意思 瑜伽自在碧瓦巴 他能够得到自在 就是把现实的问题解决了 把执着全部放下了 执着放下了 现实的问题解决了 你就成为自在的碧瓦巴 就得到道果 道果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能够给它解开呢 你如果开悟了 现实的问题也全部都通通解开了 如果没有开悟 这个现实的问题会困扰你一辈子 困扰你一辈子 永远解不开 这个是佛法本身的见地 佛法本身的见地 就掌声 就掌声 掌声 所以道果就是教你放下所有的执着 把以开悟解开你现实所有的问题 你就得到一家自在 避瓦巴 这两个季 开始的这两个季非常重要 你就会能够得到啊 为什么会得到 因为你开悟了 把现实问题通通都解开 你开悟了 你把所有的执着全部放下 才能够得到一家自在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道果 所以跟大家讲 过了五十年后 很快的 五十年也很快 师尊已过了超过半百 已经过了今年就七十三 我讲过了五十年后 当然当中也有很多小孩子 过了一百年后 就再长一点 对着这些小孩子讲 过了一百年后 请问 你还有没有现实问题 请问你还有什么执着 请问你还有什么执着 一百年后 你有什么执着 一百年后 你有什么现实问题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 learn and make him 你 bleach 你自己从来